那個大叔我出社會之後 才有機會來這邊跟各位優秀年輕人做學習 我跟他羅倫斯講完之後 因為他是我老婆學弟 所以也蠻巧的 所以我有先觀點 在因為蔡奧珍跟羅倫斯其實有很多東西 他講的創業跟下班後的時間決勝點 就是在下班之後 他們兩個都講得蠻有些重點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司馬國際的負責人 吳錫正 我是合法登記的 合法登記 不代表我繳稅 那負責人意思就是說我承擔法律責任 出事我會被抓去關 所以這個負責人是現在台灣創業社會 應該要有的創業態度 你必承擔法律責任 那這三點 化工系美法跟資料品牌 就是我人生不同階段的選擇 你分開看是你沒有相關的 那是你倒走 到後來你就會發現說息息相關的 那我化工修為什麼轉到美法呢 就是我大學是唸一首化工 我上大學第一堂課的時候 老師跟我說 跟我們講說 恭喜你們考慮今天是不好的學校 所以同學不會很強 老師也不會認真教 所以你們要講一次要退 要重考 趕快 如果你堅持留在這裡 我一學習已經當上升聖明了 不會讓你跑過 其實老師要跟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我們自己未來 因為我們沒有出色的學歷 OK 那我大學開始培養自己的那個樂禮 我都看一些比較三月的週刊 學校長實在是三月週刊 就培養自己的那個商業秀卷 然後到大三的時候想說 那書念不好 那我先準備你做什麼 那準備半年 補習了補了半年 然後大三下的時候覺得那個時候想掉了 那就回來回想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我想一想 高中開始到大學還滿漂亮的 你喜歡把東西往頭上門 然後也喜歡去不同間的商務去剪頭吧 那你就從生活細小的一些跡象 我去尋找自己的興趣 那我有認識一間設計師 才發現說 那一個月要領 實際上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想說 那就從這裡開始買了 那再跟各位回想 怎麼確定說 那時候我當下認為說 這是我正在的事業跟興趣 就是說我到大四的時候 我跟一些不同系的同學 組成一個聰明團隊 有去比賽當下 當時還滿有個聰明比賽 那時候我當組長 要跟同學一起討論到半夜 但是隔天早上 我是很期待 而且很有動力的去上班 我想 有這種會讓你背景往事的感覺 應該是你生活中 是唯一一種 就是其中一種 讓你感興趣的一種事物 大家可以從西小的範圍去尋找 那我開始 來講 那個美髮 那我以下 會以兩個方向來講 如何 我從美髮的經歷 把這些東西轉換到 投入美髮那個從事產業 第二個就是說 我做對了平板設計 以及做平板包裝 讓公司獲利從創立到成立以後 獲利幫我持備的一個關鍵的速度 我做美髮的時候 我發覺說 原來美髮跟細節已經升值在我腦海中了 美髮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非常不同的女生 男生都有 各行客業都有 然後常看一些比較漂亮的東西 細節的話 就是包括設計跟服務 你要在董事業之內看出客人 你知道是什麼 包括他的造型 還有其說 他喜歡什麼服務 你要看得出來 那美髮裝上過程 我左邊那家 就是我在高雄的那個打工的地方 那我經過第二家第三家 第二家是四千 第三家是五千 這是只有剪頭髮而已喔 然後六千四千五千 也代表不同價格的市場 然後我在不同的市場 也學到一些不同的經驗不同 我代表三家店等有三位老闆 左邊那位老闆 我在他身上 我的時間要走之前 送他過去的話 我覺得你是好的 不是要好好看 因為他可以照顧我們很好的生活 吃好又好 但是他對教育訓練的 完整目標 所以我退回之後 我就掌管到ELOS ELOS 左邊第二位就是Andy 以前送心理的男朋友 那這家就是黑人跟范瑋希 投資人 那第三家就是台灣老闆 這目前業界最有名的一位人 第二家跟第三家猜哪裡 歷經十年之後 第三家他從第四家 四家店變到八家店 有時候他從 而且還擴展到加拿大 所以這個老闆的風格 他經營的時候出風頭 跟媒體採訪 去做一些金曲獎金巴獎的 他不會自己去 他會讓下面的人有機會 那第二家這個ELOS 這個香港 這個老闆Andy他是香港人 他把美光燈都喜歡聚集在自己身上 所以一段時間過後 他下面 有人力的人都已經出走了 所以十年變化 會讓金融風格 會有明顯的一些差別 所以這裡會甚至在我狀海中 包括在做現代的實驗 轉捩一點 2080年說起 創意就是有一些動機 我父親不是一個傳統的父親 他在我24歲的時候入獄 因為那時候我票聚罰 票聚罰就是州長的問題 或導致一些法律責任 在我26歲出獄 那時候我在台北學沒法 他跟我說 我想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只有20萬 你要不要會跟我做做看 那我當下我覺得 我想要幫助父親在一起 包括重建他在家族的那個名聲 第二點 我在台北有一個上市公司的一個老闆客人 我那時候我三媽洗頭 他跟我說 年輕人不應該只在這個市場 我應該都去公園做一些 加上第三點 那時候就是認清自己 那時候年輕人很愛我 而且他被包包世界 剛上了會迷路 所以我上次也在睡覺 那我覺得說 當下就是自己沒有很認真在做 當下曾經以為很有興趣的沒法業 那我這三個加起來 我今天會去跟爸爸創業 這個是我公司的尋狀環報 這張圖其實只要做一個交接人的轉換 或是歷程 我現在腳上有產業 就是這個 我想跟大家傳達的就是說 你想要做包裝設計 或是做一些美化自己的產品的話 前提師建立在你的產品的水準 有一定的水準在 運用太好但不能太差 這個設計才有用 再來 我簡單介紹一下防水塗料的用處 除了地質原因 地質原因 它是自然 因為有時候地質很遼暖 防衛會下陷也會裂 但是其他這三項因素 是通工尖料 台灣目前建築業非常普遍的風氣 但是很不公平 房價卻越賣越貴 那我想說 所以我就立定決心 我更自己講說 我要為台灣的建築業 至少再防水塗料這一塊 提供那麼好的東西 好的原物料 我有這個變換 這個理想的指向 再來 不是有品牌就好 從頭產業需不需要品牌 尤其是B2B 因為我是賣給專業的客戶 用在那邊做私工的 當你有一天想要走到B2C的時候 你可以從B2B開始出發 而且你不用從B2B開始 所以你現在建立品牌 你會比較省力 第二個 品牌設計你要做到喜歡為止 你不要出一天使用 因為Logo需要是你 你需要花錢 如果你不喜歡 你不要去花錢 等設計到很喜歡的時候 你只要去做Logo的申請 第三個 品牌或是性格延伸 獅子跟馬 就像我現在在市場上 從很講在市場上搖一口 但是尤其現在自己像馬一樣 有那個持續力 在市場上就是還生存 所以當你做一個品牌的時候 你到後來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自己的個性會加入在上面 所以做品牌是有時候 就是自己的老衣服還蠻好的 還蠻好的 品牌轉換 開始我做對 後面又輕鬆 回去跟我爸做三個也是用左邊Logo 他請教設計 也是獅子跟馬 他用阿勒伯 阿勒伯仙叫蘇馬 後來我用三人就太醜了 一開始我們是扣買一口 然後貼貼紙 我後來也覺得說 如果受不了就換成這個新Logo 然後這些Logo跟大家講 我一定要對衝鋒的朋友比較好 做這個設計 包括你有沒有看到所有的設計 就是我當兵朋友 是我旁邊那個男生 他就是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的 要不要錢 不用錢 因為我就分錢付款給他 因為當大家出社會的時候 他看到我的努力 我看到他的才華 所以互相去支持 走到現在 只有品牌被傳承 你看左右兩邊 只有五年 左邊是北部 右邊是南部 已經開很久的工廠 你看台灣商業 歷史有久的工廠 他不是沒有錢 但是他卻不會把錢 花在設計上面 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原因在裡面 而且這也是一個商機 第二個 單獨一個產品看出來的東西 大概不會產品太大 但是如果產品一多累積下來的時候 在工地現場 就是說你在放售的過程中 相對包裝可以提升自己 產品的品質 外裝品質 包括公司所謂的風格 所謂的風格 所謂的兩邊是那兩間很大間的 風格沒有好壞 只是在於你想要呈現什麼風格 給你的消費者 只是說我不想呈現那麼硬的東西 所以你有好的logo設計 你後來做設計的時候 非常的可信 包括logo應用 我在客戶的工程車上面 也讓他貼上logo 還有功能衣服 就是說在他們工地的時候 也是一個可以說一個免費的宣傳 產品設計是這樣 你只要做出你要的客戶就好 不過一個東西在市場上別家有在賣 它很平凡 而且它價格賣不高 但是它有量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給他去 我們就抽掉 為了我要高資年輕客戶 那等從兩三年之後 股定之後 我就把名字改為叫施馬 對 他們設計 一樣東西不會大家都喜歡 你只要做出你要的客群就好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北施施馬 一格而已 那個經費有限 不會有說 有點像道別式 因為你在台北施馬 還有道別 這是經驗嘛 第二個 如果在展覽的時候 比較特別就是 我這個行業很封閉 我會把它原料倒出來給大家 那我想說 我剛好就倒在紅酒杯 讓專業客戶在滾原料的時候 可以去判別我的原料好壞 這是我商品設計的目錄 這是我第二次展覽的時候 電視機費就比較多 我沒有在展覽我的材料 我第二次是在展覽我的牌子 還好我有展覽 因為我對面就是論態 論態這麼大 我剛剛比材料擠不完 所以你可以展覽你的優勢 OK Shopero是為了吸引冷氣 看見餐廳都滿深 這個大物廣頭才在一個論談 為了跟這個很有名圖老師學教授合照 我是用搶的 大陸沒有在排隊 但是你去大陸 你會接受他們殺戮衝擊 大陸沒有我們這邊的民族 但是他某些資訊 比我這邊還要透明 這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的 然後這個在日本拍的 出國看檔是這樣子 你去出國看檔是吸收一些薪資 然後就是好的 大家可以撿回來用 可以去補足公司一些缺點 這個老闆在做黃水塗料 這個社長沒心 40歲而已 可以透過跟他對談 可以了解這個行業在不同國家的差異 所以一個髮型是一刀一刀累積出來 就像那個做事情太不一樣 你要改變你的人生 改變你的經濟情況 還有改變你的家庭 你必須有很多小便的話 到最後才會有一個好成果 所以急沒有要 20年的累積是怎麼意思 我以前 我現在還是會回去檢查吧 一個月固定檢查一次 那第三間那個老闆 其實我會叫他老公里 今年他破點破得很快 世間變八家 就全台都有 我回去就跟他講 因為我們都叫他鄧爸 鄧爸你今年發展得很快 然後他說 他一看到我檢查說 我已經走了20年了 這意思是什麼 你走到現在 你知道人家成功的累積多少時間 所以不要看一下眼前成功 你要看到他後面 所以一切不用其 時間一到自然就是你的 那價值呢 老無理看的跟你不一樣 就是說 我的設計師撿得我是1800 我都會去找他撿頭髮 在結帳的過程中 他因為客人也準備結帳 那這個客人是太太 那這個老無理一樣在門口收客人 等我前面那太太走之後 他回頭跟我那個設計師講說 你這個客人 你要收3000塊他也付得起 然後我想說 熟客應該要打折 你怎麼算這樣 不要多 他有兩點 第一個他鼓勵自己設計師在這樣 因為你客當價提高 你如果數量變少的話 你之後給你提升 第二個他教育設計師 就要看得出客人最大價值 看得出他躲在設計 或是說熟客要上去 那先求一說再求好就是 剛剛今天兩位有稍微提過 這點我就不講 就不要再想 先做再說 勇氣與憧憬 這句話很重要 我是為了女兒來跟你們分享 我爸爸不是24歲的鱸魚嗎 所以他是68歲的時候 回來跟我一起創業 你們兩個一開始沒有錢 開貨車從張華豪也會跑到伊朗 再回來路上 我看他開張路開得很有趣 因為竟然有載菜車 菜車都開很快 他就像一個年輕人跟人家在比賽 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做得很累 他說 照顧人出來的時候 要再讓人家賺一個輸而已 那時候他講這句話 68歲 結果我就嗆他 因為他的哥哥就是我大婆 他是在建築業非常成功的女兒人士 我就跟他說 阿伯贏你輸了 你知道我爸關你叫什麼嗎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28歲 他說我說 你伯贏阿伯死的 這樣輸給他不知道 所以透過爸爸講 蓋光論定 論定是驗定的 剛剛答錯了 人還沒死之前 創業不分年齡 人人都有機會 所以大家都很年輕 所以這樣我來交往 年輕人很冷錢 我想借我這個平台 就是大家學力很好的 人力好自己很多 我是為了我女兒來跟你講 因為在十年後 你們是社會的主力 因為我看你們做得好 我女兒有生或空 然後在創業過程中 不要陷入有錢人玩 有錢人玩的遊戲 你看通通很多有錢人 他在玩的 跟創業他在比 雜錢的能力 雜錢速度 不是在比獲利的速度 所以我一開始創業資金取得太容易 所以會讓你落入有錢人的態度裡面 會讓他有太多不必要的限制 還有不要跟有錢人同學 因為不知道爸爸媽媽有多少 畢端房子可以賣 畢端賣房子來支撐 還有事業 但是最主要是你們學習問題 走了久走不久 這才是中文 那以上是我三個可以落到我房子裡 那以上是我分享 希望各位喜歡 謝謝